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这场补选有几个直接的解读 首先就是509大选之后是第一次出现原本的政党首途失败 因为这一次是西蒙没有办法捍卫他们原本的州议席 所以这个对西蒙来讲是一个相当大的打击 那么西蒙同样的他没有办法发挥主场的优势 因为他们已经执政雪兰儿十年 那么哪下不成已经有九个月了 这些优势没有办法帮到土团党 那么第三就是社会主义党的惨败事去按贵金 也说明了第三股势力没有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崛起 选民的主要选择还是国政跟西蒙之间 那么第四就是巫统和一党联手再次出击 而且这个金马轮模式奏效 那么接下来相信任何的这场补选只要是适合的话 那么巫医合作的模式将会成为他们的首选 所以近期最新的进展就是巫统跟一党 已经成立了联合委员会要讨论 在来届大选使用共同的这个表值 所以他们看起来是来真的 但是实际的情况是如何能不能够继续执行呢 还有待观察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巫统赢得这场补选之后呢 就开始意气风发了 那么Bosco开始走路有风了 那么西蒙土团跟这个还有马哈迪的锐气就受到挫败 那么丢失议席对西蒙来讲说除了是一击警钟之外呢 其实这更大的一个威胁呢 就是在全国类似这个世毛月 这一种马来人占60到70%的这个议席呢 是西蒙必须拿下来的 如果他们没有办法拿下来的话呢 那么他们在下一届要继续稳住步骤的话 将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那根据当金大马的这个计算呢 西蒙这一次是拿下了38%的马来票 其实比第14届大选的44%呢 是少了6% 此消彼长呢 那国政的这个马来票呢 是增加了大概有24% 从原本的35%呢 是增加到了59%的 那物一合作呢 很肯定的 现在看起来就是接下来的这个方向了 那两党呢 现在也已经重立了委员会 明天将会开会 讨论呢 是不是可能在来届的大选 要选用共同的标志 不过呢 巫统的总秘书呢 安努亚就说 其实使用统一的标志 现在啊 还是言之过早 我们必须要区分 补选跟大选两者之间 是有很大的差别 不能够相提并论 同样的巫医 在补选跟在大选的这个合作呢 其实是有落差的 补选是非常针对性 那么成绩不会影响到整体的格局 那么大选呢 是打江山 是选政府的 巫统跟一党 其实在很多的这个议席上呢 是重叠的 因为他们争取的 大部分都是马来人跟穆斯林 如果双方要合作的话 就意味着其中一方 要做出妥协 让步跟牺牲 那么在这种合作的基础之下 谁愿意牺牲呢 是巫统还是一党呢 我觉得两个党 都不太愿意做出牺牲 那么其实另外一点呢 就是很多人都很担惊 说物意合作 会否把这个政治的 这个方向推向 种族跟宗教的危险边缘 那么西蒙可能会 为了争取更多的马来选民 而跟巫统跟一党 在这个课题上竞争 但是对西蒙来讲说 他的强项并不是宗教跟种族 因为在宗教课题上 他没有办法跟伊斯兰比伊斯兰化 那么在种族课题上 他没有办法跟巫统去竞争马来议题 那么西蒙的优势在于多元 以及在于改革 那么西蒙必须要坚守这一块 那么开拓更多的中间选民 同时稳住原本的这个票源 让改革跟中庸成为选民的最大的选择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讨论的这个视野 再放大一些些 世毛月的补选之后 其实想问一下蓝主编 哪一些的政治发展 其实是值得我们关注呢 我们把焦点放在几个西蒙的主要政党 首先呢 就是土团党 那么土团党相信他流失了大量马来票之后呢 他的这个方向 他的这个重点可能会出现调整 或许会走向更保守 甚至更右倾 那么在最短的时间内 争取大量马来人的这个支持 至于行动党方面呢 他则夹在华人支持力已经饱和 那么无疑支持力开始下滑的情况之下 因为马来票不是火箭的 能够掌控的这个范围 那么火箭在大局开关引号的大局之下呢 会不会做出更多的牺牲 让步或者是妥协呢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的话 那么非穆斯林以及非无疑的这个选拟 可能就会受到影响了 那么至于公正党方面呢 两个派系之间的这个斗争 可能会因为这场补选而浮上台面 那么现在公正党已经有一些声音说 这个西蒙的首相交棒计划 应该更快的进行 所以这种内部的这种斗争跟这个竞争呢 其实会影响到不仅仅是公正党 还包括了这个西蒙 那么至于这个内阁方面呢 我觉得说现在是时候进行内阁改组了 那么老马应该把一些没有表现 或者表现差的部长给换掉 然后传达一个明确的信息说 政府现在认真的去处理这个政治 处理这个政府的事情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主编点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点评